你知道吗?不起眼的废旧电磁炉 居然能做成寻找宝藏的金属探测器 而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现在找来一个像这样的铝合金散热片 以及一个这样的电磁炉整流器 俗称桥堆 准备完后用螺丝把整流器固定到散热片上 固定完拿来电烙铁 先给整流器点一点吸上去 然后焊上两组电线 接着回到探测器这边 我们把整流器的输出线与线圈的线进行连接 连接完后放入刚才的塑料 和再找来一个5瓦公寓的喇叭 同样将喇叭的线与线圈的线进行连接 连接完后将喇叭用热溶胶固定在塑料盒上 并用热溶胶把线也一起固定到把手上 处理完之后找来一个24V的电源 这个电源将为我们的探测器提供电力 把整流器的输入线与电源的线进行连接 随后再找来一组额外的线进行并联 连接完后用热溶胶把电源固定在塑料和后面 并把刚才接上的电线剪短一点 剪完之后找来一个开关 把剩余的线连接到开关上面 连接完在电源上面打上一点热溶胶 然后将开关固定上去